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节目,我是Sunny 今天是2024年5月3号,星期五 这个礼拜下来,我觉得最主要的一条消息 就是美联储宣布了放缓缩表的计划 在星期三FOMC会议结束后的声明中 提出了这一重要的决定 但并没有马上引起市场的重视 简单说就是重大利好没有迎来暴涨 持续了一年多的量化紧缩政策 即将于下个月才刹车 根据美联储的决定 6月份开始,每个月收水950亿 变成600亿 那每个月减少QT的规模达到350亿 而且在资产抵押证券到期时 把多出来的额度用来补充国债 感觉美联储收水放缓,还进行调仓了 把信用等级比较差的资产抵押证券 换成了信用等级比较高的国债 美联储比我预期更早的开始放缓QT 我认为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在抛售美债 导致美联储自己只好消停消停 以免债券的抛售压力太大 那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量化宽松一定是对股市重大利好 在过去的量化宽松政策中 美股是持续大涨 因为钱太多了 而量化紧缩在过去两年里 确实是压抑了美股的上涨 但美股自己从行业上出现了人工智能的超级概念 人工智能又利好权重股 因此美股抵抗住了QT和加息的压力 重新回到历史高点 量化紧缩是指美联储收回到期的债券 将市场的资金收回央行的过程 央行的钱收回一块钱 会因为派生存款的原因 在金融市场形成几块钱的资金减少 央行收回一万亿 收回上的钱可能就少掉了几万亿 这次美联储并不是说结束QT 而是减少QT的规模 这相当于少收回货币 收回上的货币供应仍然是减少了趋势 但是减少了速度放缓 这是利好还是利空呢 我认为放缓QT是利好 而且下一步就是结束QT了 一个国家是不可能长期减少货币供应的 国家都是想多硬点钞票好办事 尤其是像美国这种到处要帮助别人的国家 俄务战争 中东局势 太平洋岛链等到处都需要钱 他自己国内也是到处要钱的 美国的货币供应长期必然是增长的 短期的货币减少在史上甚至相当少见 我就没见过一个国家能克制印钞票的冲动了 中本聪在2008年 也就是16年前就想明白了这一点 于是发明了数量有限的比特币 用来挑战主权货币的超发 滥发 得到世人的肯定和追捧 作为股票投资人 我们却乐于见到美国印钞票放水 哪怕是减少量化紧缩的规模 也是对股市的重大利好 本周五市场还迎来了一个意外的利好 那就是低于预期的非农数据 美国商务部5月初发布的 非农新增就业人数是17.5万人 预测值是24万人 非农大幅低于预期 失业率回升到了3.9% 工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4月份还比下滑0.2% 这个非农数据显示了美国劳动力市场放缓的迹象 使得市场重新希望今年会有两次降息 另外彭博社专栏作者爱里安认为 这个报告是美联储和市场都满意的金发姑娘报告 所谓的金发姑娘经济 是指美国经济既不太冷也不太热 刚刚好的一个经济环境 金发姑娘经济没有过度的通胀 也没有大量的失业 不过仅凭一个非农数据 就要断定宏观经济目前所处的状态 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就像前几天GDP出来 增长速度下降 而通胀还居高不下 当时就有分析文章认为滞胀来了 70年代的美国经济滞胀 和今天提到的金发姑娘经济 完全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经济形式 那目前到底是滞胀呢 还是金发姑娘呢 我觉得并没有滞胀 数据上宏观经济只是略有降速 并没有负增长 失业也还不错 4%以下都算充分就业 通胀并不严重 3%左右就是没有办法降息 但是大家受得了3%的通胀 不会形成严重的通胀预期 导致抢购 在通胀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通胀预期才是罪魁祸首 大家都认为明天东西要涨价 今天拿了工资 就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去超市抢购商品 不然明天钱就贬值了 通胀预期会导致货币周转速度大大加快 通胀就恶性循环了 那3%左右的通胀率 不会导致通胀预期 也不会有恶性循环 因此这都不算滞胀 那么算不算金发姑娘呢 我觉得当前的宏观经济 更接近于金发姑娘经济 经济不冷不热 还有货币政策也不怎么需要变化 AI还带来了更先进的生产力 抵消了货币政策的消极作用 所以美股主要还是上涨趋势 短时间的调整 也没有改变长期的上涨趋势 但美联储总是会有一些人 走响着鹰派 即使本周鲍威祸 已经明显鸽派的情况下 鹰派官员仍坚持加息言论 美联储理事鲍曼本周表示 通胀将在政策利率 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进一步下降 但他认为一些通胀上行风险 会影响预期 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 显示通胀进展停滞或者是反弹 他还会在未来的会议上要求加息 不过目前美股已经基本消化了 今年降息次数和幅度减少的利空 而放缓QT却是实在的利好 因此本周美股反弹了一些 标普指数本周五跳空高开之后 收复了所有均线 收盘时站上了最上面的一条均线 本轮调整中 标普在第一波下沙时 以连续六根阴线的下跌 形成空头来势汹汹的感觉 但是空头似乎变成了一只纸老虎 在后来的反弹中 下跌动能被震荡整理所化解 未来标普指数有可能形成新的上升通道 目前可以猜测 而不是预测是这么一个上升通道的雏形 上下两条平行线呼之欲出 如果未来按这两条线所展示出来的上升通道 缓慢上涨 那之前的下跌就化为无形 这个上升通道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纳斯达克指数跳空高开之后 今天的日K线位于所有均线上方 只要指数位于所有均线上方 我一般都是看多 因为美股看多的成功率超过50% K线在均线上方更显示出多头信号和均线 即将重新形成多头排列 多头排列的均线底下 看多的成功率就会更高 道指是三个指数里面最弱的 今天跳一跳 也没有跳上最上面一条均线 但K线突破了画的白色水平线 有突破整理的意思 未来看是不是就此见底 分析预测股市没有百分之百 我们追求一个概率超过60% 不要给自己要求太高 美股即将在5月28号启动T加1的结算制度 注意一下 这个T加1和中国股市的T加1不是一回事 中国的T加1是指交易制度 也就是当天买入股票 当天不可以卖出 非得等到第二天才能卖出 有时候比较倒霉 买入之后就大跌 当天是无法止损的 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股票跌到第二天 才可以割肉 那当然了 这个是保护投资者 免得他们日内交易亏得更多 而美股最近也有T加1的消息 但是这个T加1是交割结算制度 不是交易制度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啊 现在的美股是T加2的结算制度 T加0的交易制度 T加0的交易制度是指 今天买入股票 今天就可以卖出 止损止盈都很方便的 T加2的结算呢 是指今天卖出股票 钱是马上看得到 但是要出金就得等两天了 钱真正结算到站上了 才可以提现 卖出股票的钱 可以当天买入新的股票 钱是可以用的 就是不能够提现 提现得等T加2 到了月底 也就是从这个月底开始 就只需要T加1 等一天就可以提现了 几十年前要清算股票和钱 要花5天时间 后来科技进步 从5天改成了2天 现在要在技术上实现实时清算 都不成问题 未来也极有可能实现 当场卖出股票 当场拿钱走人 今天美股延续反弹 有一只股票做出了贡献 苹果是目前第二大市值的美股 今天大涨 一季度营业收入907.5亿 预期是903.3亿 超预期4.2亿 美股收益1.53美元 超过预期3美分 iPhone和苹果电脑的销售 均超过预期 但iPad和可穿戴设置 不及预期 这两块是小头了 苹果今年销量预期比较差 是前提 略有超预期就是利好了 但是今天苹果大涨的主要原因 不是业绩超预期 而是拿出1100亿美元来回购股票 这是史上最大金额 那另一个原因就是 二季度以后 iPhone的需求可能会回升 史上规模最大的回购计划金额 高达1100亿 比去年900亿增加了22% 而且苹果一年的税后利润 也就960多亿 那你看回购的钱超过了利润 而且现在的股价 离历史高点并不是很远 这公司是低价IPO 高价买回自己的股票 回购的钱超过自己赚的 如此用力回报股东 实在是上市公司的表率 美股光这一点 就远远胜过其他市场 上市公司上市之后 能够持续增加回购股票 或者能够现金分红 真金白银回报股东 企业上市初期是为了融资 等企业发展壮大之后 给股东的回报远远超过 当初IPO的融资 巴菲特有一半仓位在苹果上面 今天涨一波 明天股东们在奥马哈 见到股神的时候就更佩服了 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 5月3号到5号在奥马哈举行 按照会议议程 5月3号是大家购物 5号是城市跑步 那就是5月4号星期六最受关注了 巴菲特股东大会的问答环节将在本周六举行 芒格离去之后 今年是老八自己讲了 两个潜在的接班人 格雷格·阿贝尔和阿吉特·贾恩 也会出席大会 巴菲特已经94岁高龄了 今年的看点挺多的 除了现实中的利益关切 人们更多的是想从股神那里得到财富的密码 为啥人家一辈子能有这么大的收益呢 今年的提问可能会问到为什么卖出了一部分苹果股票 苹果回升了 会不会继续卖出 还有啊 日本的五大商社已经投资两年了 将来会继续持有吗 中国日本和美国三大市场未来的表现如何 以及美国的货币政策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调整 问题会有很多 周末也会有更多实时的解读出来 我想奉行价值投资的美股投资者是不能错过每年一度的巴菲特讲话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